大家好我是Ray Ma 小米又再出新機了 這次兩部都是中階機 性價比高的選擇 分別有Redmi Note 9 Pro 和小米 Note 10 Lite 兩部都是主打高性價比 包括Snapdragon 700系列的高效能處理器 4相機鏡頭配置 超過5000mAh的大電 售價分別只是Redmi Note 9 Pro 的1899港幣 和小米 Note 10 Lite 的2499港幣 設計方面 兩部機都用到雙玻璃面板設計 亦都用到Gorilla Glass 5的材質 而在Redmi Note 9 Pro 上用到對稱的設計概念 有聲製 灰 冰河白 以及熱帶綠 熱帶綠都蠻漂亮的 有兩段的Dru tone design 而這部Redmi Note 9 Pro 用到是電源鍵 和指紋素描器的二合一設計 放在機身側面 有點像Sony的感覺 亦都配備USB Type-C插口 3.5mm 耳機插口 支援NFC 以及紅外線發射起 以及兼用30W的快速有線充電 而據了解 它也支援三卡槽配置 分別有兩個Nano C5 加上MicroSD卡的三卡插槽 甚至在細節上 這次Redmi Note 9 Pro 加入了Z軸的線性震動馬達 realistic的震動引擎 它可以帶來150種不同的震動感覺 在Android手機上比較難得 中階機上也有 值得要讚 值得要讚的 也是跟機附送 也有支援33W快速充電的火牛 配合本身支援的30W快速右線充電 以及本身的5020mAh帶電池 在中階機8nm製程的Snapdragon 720處理器系統上使用 相信電池續航力都是它的一大賣點 說到處理器 Snapdragon 700系列處理器在比較高端的中階機上 都經常看到的 一般簡單WhatsApp IG Facebook的scrolling那種滑動 其實它的靈敏度和旗艦機不會有太大明顯的分別 當然它是60Hz螢幕顯示的整個系統操作 跟現在頂尖120Hz螢幕或90Hz那種很流暢的體驗有些分別 而螢幕顯示比較可惜並未用到跟小米Note 10 Lite一樣的OLED材質 但它是一塊6.67吋的螢幕支援全高清1080p FHD Plus的解像度 有NTSC84%的Color Gamut 廣色域 亦都用到Gorilla Glass 5 玻璃保護 這部機的另一大賣點是四相機鏡頭配置 1899港幣已經配備有6400萬像素主鏡頭 支援四像素合一的技術達到1.6micron的像素尺寸 也有8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達到119度的廣角效果 而另外再有500萬像素的微距鏡頭 可以在2-10cm的距離裡面支援對焦的微距鏡頭 尤其我喜歡拍花草或食物的細節紋理很近距離去拍 都是我自己覺得很適用的 視乎大家會不會拍這類型的照片 而最後也有200萬像素的景深鏡頭 而Redmi Note 9 Pro也支援拍最高4K 30fps的影片 也支援2.39比1 21比9的電影拍攝模式 整體來看Redmi Note 9 Pro 兩千元都不用的定價當然在硬件上會有些犧牲 但它也是一部很全面的中階機 有帶電 大螢幕 四相機鏡頭配置 還有日常操作流暢的Snapdragon 720G處理器 而今天同場也玩了小米的Note 10 Lite 它也在設計外觀上明顯更加精緻 它分別有五夜黑 冰川白 星雲紙 它在燈光的反射下有幻彩圓光效果 還有相機四鏡頭配置也有Dual Tone設計 看起來是更加高級 像卡片相機 也用到6.47吋的雙曲面3D AMOLED螢幕 達到91.4%的屏佔比 也用到雙G5的玻璃面板 配備5260mAh的超大電池 支援30W的快速充電 以及有齊NFC 3.5mm耳機插口和屏下指紋解鎖 而小米Note 10 Lite就支援雙卡雙袋 不過還沒有支援MicroSD卡 而對比Redmi Note 9 Pro 高幾百元的定價 除了有更加漂亮的AMOLED螢幕 以及更加漂亮的設計造工之外 它也配備稍微高一個級別的Snapdragon 730G處理器 在日常操作上其實都是跟剛才一樣 基本簡單的上網WhatsApp IG Facebook那些 其實靈敏度系統操作的流暢度 跟旗艦機的分別不會太大 而當然最大重點都是這個四相機鏡頭配置 同樣有6400萬像素主鏡頭 F1.89光圈支援四像素合一 1.6micron的像素尺寸 也有8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也有500萬像素的景深鏡頭 以及有200萬像素的微距鏡頭 而它也支援最高拍攝4K 30fps的影片 以及1080p 60fps的影片 當然小米Note 10 Lite本身是一部更加出色的手機 由外觀設計到螢幕顯示上都明顯比Redmi Note 9 Pro再有提升 但是兩部之間再比較的話似乎1899的Redmi Note 9 Pro 就更加有競爭力 尤其近排非常刺激的中階手機市場 去到$2500左右的定價其實都有比較多的選擇 希望稍有時間有機會安排到深入評測 和大家再仔細看看 那份量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最新手機發佈資訊 以及深入評測的影片和其他電子產品介紹 包括有真無線藍牙耳機以及其他電腦相關配件 下次再見